好緊張喔 突然很緊張 其實我也沒有要講什麼 就是我們是有種作文的一個作文班 然後大家就是剛好想到禮拜三有課 然後知道這個政委聊聊的時段 然後大家就是最近很難 其實大家小朋友以前建放委員會知道 現在大家都知道 所以他們準備了很多問題 想要就是跟您聊聊這樣子 然後家長們也有一些問題 那我們就以小朋友問題文景好了 對 那我們就 我們現在有主持麥克風 還有 還有 我可以拿嗎 好啊 那就不如你大主持人就好 對對對 對對對 好 那大家有什麼問題要先問的 不然我就要把你們的問題講出來囉 自己講的 他們有點緊張 好 那我來講 有人問 這問題可以問嗎 等一下 玉婷你自己講你的問題是什麼 可以分我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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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想請問說 他想請問說 您的收入 的來源 跟他可以分他財產嗎 不好意思 我現在是在行政院工作 那行政院是政府的一部分 那所以政府的員工的收入 都是來自大家交給政府的錢 這個叫做納稅 那好比上說 5月1號就會納所謂的所得稅 所得稅就是每一戶在申報的時候 去算前面一年到底賺了多少錢 那在這裡面有一部分 那賺越多錢的人 就要貢獻越多給公共的服務 賺越少錢的人 好比上說一定的收入底下的人 是完全不需要拿所得稅的 所以這個概念就是說 雖然在社會裡面有一些人 他可能運氣比較好 或者是他就是有一開始掌握了別人 沒有掌握的資訊等等 所以他就賺了不少錢 但他的錢裡面仍然有一部分 需要拿出來 去讓所有的社會上其他的 可能沒有那麼好的運氣 或者沒有掌握到 那麼好的資訊的朋友們 也能夠分享 好比像說 我們現在所在的這一間辦公室 他就是用大家納稅的錢 這樣子蓋起來的 他本來是空軍的總部 空軍就是開飛機的 那些就是保衛台灣的朋友 那後來他們不用這個地方了 這個地方現在就變成 大家所有有公共利益 就是對大家都有好處的 創新的點子的人 就可以來這邊工作的空間 所以你在這邊的時候 包含水電費啊 包含網路啊等等 都是由納稅人來幫忙出錢 原因就是因為在這邊工作的朋友 他做的事情 是對大家都有好處的事情 那所以這些就是由那些 在社會上面運氣比較好的朋友 他們的收入的一部分 捐出來 那我呢就是大家相信我 來幫忙去規劃這個空軍的使用的方法 所以我的薪水就是我的收入 就是大家的納稅的其中一部分 變成類似像你請了一個管理員 然後你要也要付他管理員的薪水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我並沒有我自己的這個產出 我所有在我的工作的位置上面 所做出來的成果 其實都是所有人都可以共享的 我們在創作的時候 好像你寫了一篇作文 那你的創作的時候 有你自己的創意在裡面 所以你可以主張叫做著作權 著作權的意思就是說 別人把你的這篇文章拿去攀載啊 或者拿去賣錢之前 一定要先問過你的同意 但是因為我的收入的來源是大家的納稅 所以呢我的作品是沒有著作權的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拿去用 也不用先問過我的同意 為什麼因為你有納稅的話 你就等於已經付過這個使用費了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我創作出來的這些 不管是著作啊等等 這本來就都是大家的 不需要分給大家 這就是大家共同的 聽得懂嗎 這是大家共同擁有的 你已經有了 如果你爸爸媽媽有繳稅的話 是這個意思 對 好 你們要不要自己問我 爸爸媽媽傳下去 從獅領開始 然後 好 好 有感 對 對啊 然後 要怎麼樣才可以快速的學習外語 其實語言它是人跟人之間溝通的 所以如果你沒有一個人可以跟你這樣子溝通外語的話 自己學習外語是沒有什麼用處的 但是現在有個好處 就是說 有機器人也可以跟你溝通 所以 像我以前在加入行政員之前 我的工作 是在有一家公司叫做蘋果 那他有做一個東西叫做Siri Siri就是在你的手機 或者是你的電腦裡面的一個可以跟你對話的一個機器人嘛 那所以你只要說 Hey Siri 怎麼怎麼樣 那他就會聽懂你所說的話 如果他聽不懂你就知道你的發音可能比較不標準 那你就會講的試著比較標準 來讓Siri聽懂 所以 從某個角度來看 Siri也是讓大家的發音可以一個標準的一個方式 所以現在有很多在線上的一些 類似像Siri這樣子的一些技術 好比像說有一個叫做Duo Lingo 那他的中文好像叫多鄰國 就是很多鄰居的國家多鄰國 那多鄰國本來就是有這樣子一隻 好像綠色貓頭鷹吧 那個很可愛的一個代言人 你就可以整天沒事就跟那一個貓頭鷹聊天 或者說話或之類之類 這樣子的話雖然也許找不到一個你想要學 還不像你要學法語 你找不到一個法國人跟你講法語 但是那隻貓頭鷹會跟你講法語 所以你還是可以每天這樣子練詞 剛剛有一位朋友舉手是要追問什麼嗎 請問一下 那這一個是只要下載可以嗎 是是是它就是下載就可以 只要下載這個軟體 對對對它就叫多鄰國 好 謝謝 或是你覺得你這一層最有請教的一件事情 謝謝 非常好的問題 其實我的興趣就是翻譯 然後學習的語言 然後做一些不管是程式語言還是自然語言 然後做一些創作 所以我有一件很有成就感 還不能說是這一層最有成就感 因為按照就是我們目前的平均壽命 我們應該還可以再活一陣子 再活這四十年左右沒有問題 但是我蠻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不要說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就是去開發一個叫做蒙點的一套系統 那蒙點的這個系統是 我們在台灣有很多的語言 包含我們目前的 就是現在正在講的語言 包含台語或者是客家話等等 那這些就是包含它的筆順 包含它的解說 那包含它在不同的語言 它的對應的詞彙 包含它在甚至英語德語法語 等等的這些不同的地方 那這些大概都是很多 就是語言學家們 整理出來的 我們可以看到說 它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朋友們 去分別的去做 比如說筆順啊 或者是說它的字體啊等等 那我的工作就是把所有的這些 匯集起來放在同一個網站 或者同一個APP上面 那你可以看到我在底下有講說 我在法律許可的範圍之內 我拋棄掉這個著作 依著作權法所想為之權利 貢獻到公眾領域 意思就是說這些著作權 都是本來的老師們的 我並沒有在這個上面 再額外伸張什麼新的權利 而是說我們讓這些老師們的工作 本來是分門別類做的 但是現在就有一個很清楚的方法 可以把 好比像說我們的重編國語詞典 那你只要按你的客 或者按名 你就會到這個 就是客語或者台語的部分 那它在客語的部分的話 它也有包含四線 海陸、大埔、繞平、昭安、南四線 等等的各種不同的發音 可以讓要學本土語言的朋友們參考 那所以這個是匯集大家的智慧 那我對語言又有興趣 所以是我很有成就感的 跟大家一起共同創作的作品 那我們一般人都可以上去編輯這個盟點嗎 現在的盟點就是 當然就是它用的是 就是教育部官方的這個詞彙嘛 但是呢盟點呢 它有很多額外的 後續的我們叫做改作 因為我拋棄到著作權 所以任何人都可以 不用問過我 就可以把它改成各種各樣的樣子 好比像說 有一位朋友叫做Liz 他就把盟點裡面台語的部分 把它改作 那改作成什麼呢 改作成叫做埃台語 埃台語就是 就是喜歡台語的意思嘛 那所以呢 你就可以去加入新的詞彙 因為有很多新的詞彙 是最新才冒出來的 沒有人知道 他在台語應該要怎麼講 好比像說大家可能知道的這個精靈寶可夢 那到底寶可夢的台語要怎麼講 這個教育部的詞彙就是沒有的 任何人都可以在這裡面去建議 應該要怎麼講 好比像說有朋友說應該叫做 那有人說應該叫做 對等等等等 那這樣子的話 你上去貢獻他的講法之後 底下的人就會講說 這樣說好 或者說這樣怪怪的 那所以呢 這個大家覺得講得比較好的 就會跑到最前面去 所以這是一個 大家都可以 對 這也有即時的發音等等 那這個部分就大家都可以貢獻 謝謝 謝謝 還有沒有人有問題 關於這個 沒有的話就下一個喔 又宇 沒有要不要講 他整理的那麼多 大家可能會害羞 還是選一個適合的 還有這個 就兩個問題嗎 這我基本資料 第一個是說 會不會因為比較聰明 而被其他同學欺負嗎 那第二個是說 什麼是所謂的公民黑客 就是Civic Hacker 這兩個都是非常好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說 我想比較聰明本身 大概不是一個人被欺負的原因 一個人會被欺負 大概就是別人看你好欺負 才會被欺負 聰明與否 只要你看起來好欺負的樣子 就會被欺負 那一個人好欺負的樣子是什麼 當然每一個環境是不一樣的 但是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說 如果這個人 他在被欺負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去很充分的 表示說 我不願意 然後你違反了我的意願之後 我去伸張我的權利 那這個權利包含說 我不被欺負的這個權利嘛 那我們伸張我們的權利 有很多種方法 包括像說 如果有人對你 有一些不好的對待等等 那我們在學校裡面 我們有老師 有輔導老師 有這些的系統 可以去做通報 那如果真的到很嚴重的程度的話 當然就有警察的系統啊等等 這些可以去做通報 那如果這些都 就是不太知道要怎麼樣使用的話 其實我們也有很多 這個像 衛福部啊 也有這個安心專線啊 1925啊等等 你就只要拿起電話 播1925 然後說啊 我心裡很不舒服 因為我被欺負了等等 那也算是一種通報的方法 所以如果你在被欺負的時候 你就 好不像說拿出手機 開始錄影搜證 然後說 我知道我可以循這幾種方法 來檢舉你喔 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你就比較不會被欺負 那如果你這些方法都不知道啊 那然後在被欺負的過程裡面 又好像會忍下來的話 那當然他們就會 覺得可以一人再再而三的去欺負 那所以我在那個時候 其實被欺負之後 我就直接 我小學二年級的時候 就有告訴我的家人 那後來我的就是家長 就告訴老師說 那我要轉學 那我中間有休學了一段時間 等於就是說 不去讓他們還有能夠欺負得到 我的這個可能性 那這就是其中一個方法 就是不一定是最好的方法 但是你只要表現出你知道我的方法 那個欺負你的人 就不會繼續欺負你 那所謂hacker就是 對一個系統非常了解 了解到說 你可以用它本來不是設計成這個用途的做法 去做一些額外的創意的應用 這個叫做一個hacker 這個字本來是自己做木工的人 hack就是去砍樹做木工 那hacker就是 你砍樹劇或者做木工的工具 你可以自己製造工具的 叫做hacker 那公民hacker的意思就是說 我這樣子 它要視一通的概念 我不是為了我自己 需要賺錢 或者是自己的利益 而是為了大家的公共利益 我把一個東西怎麼樣能夠變得更好 這個秘訣 願意分享出去跟大家 讓大家都可以去參與 讓它都變得很好 那就是要做 someleg shatter 为什么会想要贡献出来 让大家都可以使用 当然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 我自己是从14岁开始 我的学习大概都是以网路上面为主 那我也有去大学 但是总之都不是在学校里面的 就是一步一步来的那种义务教育 所以说我为什么可以这样学习 就是因为有很多人愿意无偿的 抛弃著作权的 把他们的工作成果贡献出来 我才有可能在网路上面 找到这些东西去学习 那如果大家都不贡献出来的话 那我当时也不可能 自己就是自发的方式去学习 所以因为我的学习历程里面 就是靠着大家贡献出来 抛弃掉著作权的这些材料 所以当我自己又创作出一些东西的时候 我很自然会觉得说 这好像我的族人一样 我应该要去让未来更多人 能够用这样的方式学习 然后贡献出我自己的做法 我看有位朋友已经举手两次了 是不是 对 就是因为刚刚不是有说 嗨科是那种 就是要去设计什么 材责帮助其他人吗 可是为什么 在有些电影或卡通里面 会说嗨科是那种 就是会入侵别的网站去 对 就是你很了解一个系统 尤其是像咨询安全上面 你很了解他 很了解他之后 我刚刚的意思是说 你可以去做一些出乎意料的应用 那其中一种应用就是去渗透或者是侵入或者是绕过本来他的权限的控制 那这个时候有一些人是所谓的黑帽海客 戴黑帽子的海客 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侵入之后 他不会告诉 他比方说你发现他的门窗没有锁紧 你不告诉这个主人你就自己跑进去然后拿走里面的东西 那这当然是一种犯罪的行为 有一些是白帽海客 就是他发现了这些问题之后 他会出动通知这个主人说 你门窗没有锁紧啊 这个我今天路过刚好发现了 你如果不把它补上的话 下一个可能就没有那么好心了嘛 那所以白帽海客也是有这样侵入的能力 但是他不用他来做坏事 是用他来做好事 那我们公民黑客呢 其实不一定是去破坏系统或者去修复系统 我们更多时候是做一个新的系统 让这个新的系统没有本来的这些问题 那这个也是创造性的 所以我们就不会特别说我们是白帽或者是黑帽 这样 这个之前媒体有报道过 我是用一个叫做番茄中的一个工作法 那这个工作法其实它是非常容易去想象的 它就是一个计时器一个时钟 那这个时钟呢 它是我是设定在 它比方说半小时 它比方说我们现在是24分 那我现在看到24分 我就会自己 因为我已经做这个番茄中工作法很久了 它的做法就是 每一个整点的时候开始工作 工作25分钟 然后之后休息5分钟 所以我现在因为已经内化了 我已经太多年都用番茄工作法 我现在已经快到25分了 我就知道我可以放松下来5分钟 那我放松5分钟之后呢 那我接下去到半点钟的时候 我又再认真工作25分钟 然后再休息个5分钟 那这样子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在我认真的这25分钟里面 没有人可以打扰我 就像我现在就是也没有带手机 那我也没有带手表 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 所以我在跟你讲话的时候 我不会被任何别的东西干扰 我自己的这个iPad 我也是把他的通知功能什么东西 全部都关掉 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月亮 就是他现在是没有人能够忽然间打电话 给我的这个模式 所以这个情况之下 你就很容易专注25分钟做一件事 即使那件事情 你花20分钟都做完了 你还是可以多放5分钟来检查 你做的东西的品质怎么样 那这样子的话 你就会养成一个习惯 你的同学你的朋友 也会养成一个习惯 就是说你半小时才会回一次讯息 那这样子的话 他就不会随时就想到什么 就觉得说你一定要去陪他 去回几时讯息等等 那这样子的话 双方的时间管理的品质都会变好 如果我很生气 但是又不生气的时候 通常我会先深呼吸 那就是这样慢慢地这样子一下 那有一个很简单的口诀 就是吸吸呼往 就是说你先吸一口气 但是还没有完 你先不要吐出来 再吸一口气 然后再慢慢吐出来 那这个是非常有用的 你只要这样子深呼吸个两三次 大概就不会让你生气了 这是一件事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说 如果你很生气 然后希望对方知道你很生气的话 那另外一个做法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说你深呼吸几次之后 你好好地讲 你去说你现在做这件事情 让我很生气 我很生气的是 因为你做了这件事情 我觉得什么什么东西 受到了不好的影响 有什么不好的结果 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这样子了 我们一起来想 以后不要再这样子的方法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生气的时候 他一直想过去的事情的话 他只会越来越生气 但是当你去想未来怎么样子 可以不要再发生类似的事情的时候 你那个生气的能量 就会变成创造的能量 你就要想一个新的方法 让未来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 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说 我虽然还是很生气 那这个生气的能量 就不是破坏性的能量 你不会想要去惩罚一个人 你不会想要去复仇 你不会想要去贬低他 而是说你的能量是放在说 这件事情也许是 接下来到底要怎么样 也要再发生类似的事情 大概是这样 那你为什么会要到行政院工作 这非常好的问题 我会来行政院工作是因为 我们在2014年的时候 也就是大概两年之前 我们有一些朋友 那这些朋友们当时觉得说 行政院当时要签一个叫做 两岸服务贸易协定的一个协定 那这个协定呢 因为一些原因的关系 所以立法院并没有很实际的去讨论 他会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而是说非常快的就去通过了 那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 这些朋友们就决定在立法院外面抗议 那他们抗议的时候 因为不是很多人都能够挤到立法院外面 所以他们就需要有一个人 来帮他们去做直播 那所以我当时就是去协助他们 去提供网路 让他们直播的讯号 可以透过YouTube等等 当时才刚开始有直播的平台 让所有对这件事情关注的人能够看得到 那所以在那个时候那天晚上 我手机就留在那边 然后就让他们继续我网路可以用 我本来以为说隔天早上就可以拿回来 那但是事实上就是我一回家 他们就去占领了立法院 然后就在立法院里面就开始直播 那所有人都可以看到在立法院里面 大家占领了立法委员的位置 然后做立法院好像有点罢工 不想做的事情 就是一条一条去讨论这个两岸服务贸易协定 那当时在最多人的时候 大概同时有接近五十万人 都在台北的街头进行对这个条例的讨论 当然更多人是在线上讨论 所以因为我们当时都有协助 去做这样子一个资讯的分享的活动 那所以在那一次的 那一次叫做318 318运动的年底 那行政院就决定说 他们也要学习这种 非常非常多人一起讨论的事情 但是又可以讨论出一个结果 就这样一个方法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就2014年年底 我跟很多有志愿318的朋友们 就变成了行政院的一些专案的顾问 就是我们来教导 我们各级的公务员 要怎么样子一次听很多人讲话 而不会觉得说太吵 的这样子一种技术 那所以我就大概跟上千位 不同的公务员 我们就一直开课 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子开课的方法 去教他们这件事情 那这样子两年之后 2014 2015 那到2016年的时候 那当时有一位行政院长叫林全嘛 林全老师就问我说 那我愿不愿意全职的来做这个 因为在那个时候 我一方面还要分一些力气 去帮苹果电脑啊 帮这些不同的组织 去想他们的东西 但是他们觉得说 这件事情真的很值得 我用全部的时间来做 那所以后来我就同意说 那我就用全职就是全部的时间 来帮助我们的行政院 以及各级政府的朋友们 来指导手怎么样一次听 看多不同的行为 请问你国中开始是觉得 国中是有人建议你 还是自己想要做什么 非常好的问题 对当然当时是有人建议我 当时我在就是参加全国中小学科展 那也拿到了保送的资格 那拿到保送资格之后 因为是保送高中嘛 那我当然就要预先先认识一下说 我未来的这个那所学校是怎么样 那所以我就去参加那所学校的活动 那也认识了很多社团的朋友 当时就是所谓建筑咨询社的朋友 那这些朋友们都告诉我说 就是只要我维持这种自己阅读 自己做研究的习惯 他们也觉得他们在念他们那所高中 很浪费时间 那所以等于是这些朋友们告诉我说 他们当时可能有的高一高二或高三 这些朋友们他觉得 他们这所高中不是很适合我去念 虽然我已经保送那所高中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就有点就是被他们说服了 就是说我自己做研究 自己去认识老师认识教授等等 因为他们里面有些朋友 事实上他们就算读高中 还是一天到晚请公家 那就是事实上也就跟自学没有什么两样 那与其你好不容易进了一个高中 你还得请公家出去 那不如一开始就自主学习 所以这也是他们给我的建议 请问你在自学的时候有遇到什么难题吗 是两个问题 自学其实的目的就是要解决难题 如果你没有一个很难的题目的话 你没有自学的动力 如果你碰到的都是一些就是很普通的事情 就是好比像说按按计算机就可以解决的等等 那其实那个学习动机没有办法去被挑起 好比像说我一开始在自学的时候 我很关心的一个题目就是说 为什么大家面对面不是很相信陌生人 然后都要大家就是吃过几次饭 或者认识几次面的时候 才会愿意开始彼此信任 而且彼此一起工作 但是为什么隔着网路 就是你很容易就是看到一个关键字 或者一张图或怎么样 你就很愿意相信那个陌生人 然后就开始告诉他很多经历的话 然后就开始一起变成好像最好的伙伴一样 但事实上你们从来没有见过面 那这个就是所谓叫做swift trust 就是快速行人的这样子一个状态 那当时其实没有一个很好的理论来解释说 为什么我们实体世界很慢熟 但是到网路世界 大家很快就混得很熟的这件事情 而你要解释这件事情 要解决这个问题 你需要结合很多本来不相干的学门的 好比像说社会学 心理学 认知科学 哲学 等等等等的这些学门 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你碰到一个难题的时候 那个时候才是调动你想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兴趣 因此愿意去学一些 其实对你来讲可能非常困难的事情 很难掌握的学问 这个时候你就觉得说 那我有很穿足的理由去掌握这一门学问 所以我想碰到各种各样的难题 每一个难题大概就是我学习的一个动机 你为什么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天才 我并没有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天才 我是觉得说这个词本身它已经有点泛滥了 就是说这个词它没有什么太多意义了 我们在最早最早的时候 我们如果看蒙蝶的话 那我们可以知道说天才它这个字它出现的比较晚 它应该是汉朝的时候才出现的一个字 那当时应该是在三国志的那个蜀叔 讲张玉这个人 就是说十周后故死嘛 蜀郡张玉一小将后而天才过去 那当时的意思其实是说 它天生的才能比起旁边的人要稍微好一点 它没有我们现在这种好像已经变成什么超级英雄啊 什么样之类一些不相干的意思再上去 而且比较重要的是说 我们现在随便去问谁 就算你有玩过三国志或三国演义 你问他说张玉是谁啊 没有人认得张玉是三国的很多人里面 大概最没有名的几个之一了 所以意思就是它也没有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 好像是就是celebrity 就是明星啊偶像巨星啊等等意思都没有 它当时纯粹的意思只是说 它的天生的才能可能在某一方面比较接触 那这个当然是有的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出生的时候 每个人对不同的事情 好像有些人对视觉 有些人对空间 有些人对文字什么都是比较敏感 那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那这部分来讲的话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天才 所以我并不是说没有天才 而是说比较不是我们现代意义上面 把所有这些都全部集合在一个字里面的意思 你问你对别人叫你天才你有什么感想 我没有什么感想 这就是一个一个字嘛 对它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那当然每一个人都有他天赋的才能 所以我想每一个人都可以叫别人天才 这并不是什么很大的问题 好 你们小朋友 我以前在聊聊问了吗 好像还有一些不敢问 等一下再给大家问 我问他们有问说 就是 韩众有推广那个就是口罩这个口罩 在想问说 怎么样戴眼镜戴口罩不会起誤 好 OK 有个问题啊 对 像我自己就是戴眼镜戴口罩 那所以就是也常常受到起誤的问题所困扰 带了几个 因为会让你的眼镜起誤 大概就是他的血气会往上冒 所以其中一个方法就是说用口罩套 口罩套的话 它因为它在我们平常的这种医用口罩的里面跟外面 又多了可以吸收血气的几层 所以那个血气就比较不容易往上面冒 当然这个就要看你戴的方法 你如果没有戴好的话 更容易往上面冒 所以可以试试看口罩套这样子一种 做法就是具体的味道 好 他有一个学生是说 他有检测出有阅读障碍 但是在 他在体制外的学校学习 然后听课道道都不开心 可是就是 因为跟班上从来还是会有点挫败 自信心也没办法建议 不知道怎么能有 怎样的建议点就是阅读障碍学习 因为他知道他一直也一直够 对 我想阅读障碍 要看他的阅读障碍的状态 因为阅读障碍是一个饭场 有些阅读障碍的状态是 你只要换一个字形就好了 就是说他看黑体 没有办法理解 但是你如果改成凯书 他就比较容易理解 或者是改成那种 就是笔画比较清楚的字形 或者间距把它放大一点就可以 这是一种嘛 那又或者是说 有些朋友他是只有在拼音文字的阅读才有障碍 因为他脑里没有办法形成那个音 但是反而是像我们写汉字的时候 他反而没有问题 那这也是另外一种 那又或者就是说 他的就是从视觉讯号到理解这个 就是要特别费尽才行 那这个就也包含有些视觉障碍的朋友 那这些的话当然我们就会建议说 就用可能像是绘本啊 或者是运用就是 现在机器语音合成很容易了嘛 就是变成有声书的方法嘛 把它们念出来啊等等 那这些也是一些方法 所以我想我还是得先了解 他很具体的阅读障碍 不然就会有点像 有人跟这个医生说 那我发烧要怎么办 那我想医生讲开销说 你为什么发烧 他每个人发烧的原因是不一样的 然后他们不敢问 但他们有说 就是行政院有性 有别友善厕所吗 有啊有啊 都有 我们现在在那个一楼 大家进来的时候 就有经过性别友善厕所 在里面是没有特别区分的 就像飞机里面的厕所 也没有特别区分一样 听说你养很多只猫 我想问你 如果你的猫很凶 看到你就跑 你敢拨它吗 因为老师的猫很凶 老师都不敢拨 是是 那个当时 就是台湾现在有个新的政党成立 它叫做欢乐无法党 那欢乐无法党 它的有一些 创党的一些朋友们 好像说 挖急啊 或者是说 有一个叫做视网膜的嘛 或者是像后来 在国恩嘛 或者智琪琪琪啊等等 都是大家在网络上面 偶尔可以看得到的一些朋友 那他们对于这个 创党的过程里面 对于这个 吃东西要不要加香菜啊 就有一些 这个不同的路线上面 一些辩论 那所以他们创党大会上的时候 本来就是智琪琪琪 希望我去送一栏香菜给她喔 那就是支持她的那个派系 那但是后来 我是就没有这样子做 我是送了一栏猫薄荷 那猫薄荷是一种就是 很有意思的东西 它在任何猫 把它就是 你给它一点点猫薄荷的时候 它会忽然间忘记要生气 的这件事情 就是它会生气到一半 然后你就给它闻一些猫薄荷 然后它就会忽然之间 开始很开心 但是它也不知道为什么它很开心 它就会开心一阵子 那开心一阵子之后呢 它就会比较平心静气下来 然后能够就事论事的 讨论一件事情 所以现在大家 偶尔会看到我们的行政院的 很多不同的部会 好比像说 最有名的就是海巡署 但是也包含内政部啊 教育部啊 财政部啊等等 常常都会弄一些很ㄎㄧㄤ的 就是让你看的时候 会很想要笑的一些迷因啊 一些梗符 它的目的就是要像猫薄荷一样 让大家就是 正在很生气一件事情的时候 希望你会稍微放松笑一下 然后再来好好的探讨这件事情 所以如果是实体的猫的话 你也可以准备一些猫薄荷 如果它下次再对你凶的话 你就可以先让它闻一下 我想每个人的概念都是不一样 很多公民黑客或者主持人黑客 都很喜欢养猫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猫它有它自己的生活 它比较不是像养狗一样 就是好像它是要来配合你的生活 然后你也要去留狗啊等等 那咬猫的话 就是即使你是一个 一个比较安静的人 那那只猫它反正有自己的生活 它不会一直觉得说 好像需要你的主意力 那所以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还有小朋友问说 这个可以绑在一起的 你最喜欢哪一个剧性的 然后你有没有追剧 你有没有看剧烈之人 因为小朋友追剧 因为他追剧 可能爸妈就觉得不太行 我没有特别喜欢哪一个YouTuber 但是就像我刚才讲的 就是欢乐五花党 它事实上 我们如果去看欢乐五花党的 当初成立的那个样子 它有一个维基百科条目 就是它这是他们的党徽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党徽 跟就是YouTuber的logo 其实蛮像的 就是稍微转个角度 就变成YouTuber的logo 所以欢乐五花党 就是他们目前当然席位有限 只有一个市议员 就是我们瓜吉 那但是他们是一个真正的政党 是一个合法的政党 那所以我是觉得说 如果是欢乐五花党 我不是党员 但是我很支持他们党的理念 那所以如果是他们的党的活动的话 好比像说之前 他们有一个刚加入的党员 叫做曾伯恩 那他有一个伯恩爷爷秀 那我就很愿意去支持 这个新加入的党员的活动 因为我支持他们的理念 所以我不是支持一个特定的YouTuber 我是很支持透过幽默 来让大家更了解公众议题的这种理念 那这个就是欢乐五花党的这个理念 这应该不算上班时间方正常宣传 我是方方理念宣传 好 所以这个是一个具体的回答 我没有看《毁灭之人》 那所以也希望大家不要爆雷 因为爆雷我以后看的时候 就没有那么好有趣了 对但是我觉得追剧是不错啊 只是说就像番茄中一样嘛 就是说如果你追个25分钟 那要记得休息5分钟 第一个是说这个对眼睛比较好 那第二个也是说 你中间可以稍微静下来 不会变成一个好像是你强迫式的 好像非得看完 然后发现半夜3点了的那种状况 谢谢 谢谢 那我们就请那个回同家 好 好 好 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因为以你的那个学习 从小学习过程这样子 因为我们台湾的教育很苦了 所以我们台湾的小孩上课上的很辛苦 那你也不用想要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 让他们学习快乐一点 然后再来就是啊 因为你现在做的是青年的方面 那我觉得因为基本的小学真的很重要嘛 就是教育要从基本当的嘛 那你有没有想要往教育这个方向 去改变台湾现在的教育体制 谢谢 很好的问题 第一部分 我是觉得现在慢慢大家已经可以接受 用比较欢乐的方法来学习了 所以我觉得不一定是苦难的 就是说我们这一辈可能还是比较苦闷的 但是到大家这一辈 刚刚大家都笑得很开心的感觉 就是有个感觉不太说苦闷的感觉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是真的一个很大的社会文化上面的一个差异 就是说在我们这一辈 或甚至我们的上一辈 很多教育的现场 他是拿他的相对排名 包括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不管是班级里面的特别的人 或者班级跟班级之间 年级跟年级之间 学校跟学校之间 那这个当然是很苦闷 因为是会有第一个第一名 所以其他人都不是第一名嘛 所以那个第一名也是就是战战兢兢的 而且事实上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话比说你现在是第二名 那这个你就是第二名呢 你觉得有点苦闷 那第一名转学转走了 所以你就变第一名了 你有变比较厉害吗 也没有变比较厉害 所以完全没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是觉得说现在把它变成是说像我们学策啊 或其他的他是自己在跟自己做检测嘛 是自己在跟自己比较 那像特别是像作文这种科目 其实你横向的比较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因为每个人他发展的美学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跑道的方向 那每一个人的那个方向他都是第一名的这样子一个概念出来之后 大家就比较会去想说你碰到难题之后 大家怎么样一起来解决 而不是说我们做一道简单的题目 然后我给你快点年龄二秒 那所以只要是往这个方向去想的话 我想学习自然就会变得比较快乐 那我在2002年加入学生院之前 我是生理国教课程发展委员会的委员 那所以新课班其实我也有才能 所以我等于已经做过贡献了 那后来到课程会的阶段 那因为我就已经是政务委员了 我就没有再去加入那方面的工作 我也从课法会退下来 但是我一直都很就是愿意来关心说 我们现在所谓的3.9项的这种素养教育 大家有没有理解到说它的核心就是 不是竞争力的教育了 而是大家能够组队打过来的这样子一种 合作的能力的教育 这个素养 现在就是素养品 对 重点是你上课的时候便没有素养的这些东西 你考试的时候要考素养品 这是最想来的其实是一个 因为它没有办法那么立即的感染 可是现在的题目都比较天向素养 但是你上课的时候还是在田压式教育 不会啊像刚刚大家自己举手 有人举手很踊愉悦 这就是自发 基本上我是学校的这种 所以我常常在学校教小孩 我觉得学校的教育还是在田压式 稍微有点感染 可是因为田压式的方式还是比较尽多 相信如果你去问小孩 他们喜欢来上学的大概一半大概有半数不喜欢 对对 我是觉得这当然就是说尤其小学阶段 我们现在也不是全面使用新课档 我们小二层四五六还在用上一个课档 那所以我们目前也只有小一过一高一嘛 那所以小一现在当然是小二的老师就知道说 他快要教到新课档的那一班了 所以他最好赶快来观课来供背来怎么样 那不然的话他会完全不知道他应该做什么 那所以我是觉得本来新课档就需要六年的时间 才能在小学阶段慢慢的让大家转换这种概念 变成所谓的数量教育 那应该不会有说他突然间考试变成要考数量题的这个状态 他都是花六年的时间一步一步去走过去 那我也很同意说 因为大部分老师在师范教育的时候 其实并没有用数量教育来当做他们师范教育的这个状态 所以说他们供背跟观课这两件事情 真的就是要花两三年以上的时间 才能够慢慢去扭转我们这个教学现场 我想就是我想学生是最好的老师的老师嘛 就是说学生如果觉得说他上课不开心 他只要跟老师有良好的关系 所以是让老师知道 那老师就会带到学校的课发会 学校的课发会就可以安排一些 让学生比较开心的校的课程 或甚至是加识加广这些选修的课程 大概都是我们课档所允许只是说 学校的课发会能不能脑筋转过来 这个我们也知道要两年到五年的时间 谢谢 那我先 好 帮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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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当然不会 如果是相同的答案的话 那我就会很简单的说 这个之前回答过了 如果它是书面采访的话 我会给一个比较超连结 就是一个网址 我会直接连到我之前有回答过的一个答案 因为我们像 我们有一个系统叫做SayIt S-A-Y-I-T 那大家如果问我的问题 我记得说 我以前好像回答过的话 那我就会直接去 在里面去做搜寻 好比像说 刚刚讲到的这个素养嘛 对不对 我们就打素养 你就马上知道说 媒体素养 法学素养 博恩问说 素养说得准吗 这是什么东西 我们就可以按下去 然后按下去之后呢 它就会说 其实素养这个字是翻译过来的 它本来的字是 Core Competence 那它 等等等等 所以这部分 因为我之前已经回答过了 所以我就可以说 我上次博恩采访的时候讲过 那我刚刚就可能只讲 就是一小段摘腰 那大部分的时候 我知道大家可以回去看这个主字稿 所以我大部分的时候 就会按照当时的这个气氛 或者当时大家提的人 不同的身份 不同的背景 去在同样的这个事实基础上面 再去多分享一些 而不会大部分的时间 都在被我自己讲过的东西 因为已经有超年节 我给超年节就好了 我想要请问一下 就是刚刚有一直提到博恩 然后他最近在夜夜秀里面 有讲到他以前被性侵的事情 但是他说他鼓励女性性侵男性 然后认为将男性很享受 不晓得委员对这个有什么看法 我想他的那个措辞就是说 有大部分的笑话 在现场的人 因为他是可以感受到那个气氛 就是那个非语言曲奇 他可以知道说 就是我们黑客文化里面 有一个专门人士 叫做哈哈only series 就是说他好像在开玩笑 但其实是在讲一件很严肃的事情 但是你一脱离那个气氛 你只是从YouTube上面看的时候 那就很容易 那些非语言曲奇都没有了 那些临场感也都没有了 那就很容易觉得说 那他讲的很偏颇 确实就是如果你脱离那个气氛的话 他讲的还真的蛮偏颇的 他同一段里面也有讲到说 这个就会浴火焚身 对不起我开了焚身这个笑话 不能讲焚身 什么之类的 那你如果在现场的话 会觉得可能会觉得很好笑 因为这个就跟他之前开另外一个 不是很恰当的笑话 的那个脉络有串在一起 他得用那个来诠释 他现在在开的也是一个 不恰当的笑话的这件事情 但是如果我们不在现场 或者我们只看其中一个段落的话 就会觉得说 他又在犯一个他之前开 不恰当的笑话的那种问题 所以我确实是觉得 Stand up comedy 就是独家事剧 是非常难在网络上面 重现的一个东西 他在网络上面一旦重现 他虽然说有点击率 有流量有什么之类 但是他被就是不同的诠释 他被误解或怎么样 就是他必须要承担的 这样子一个社会不利的 这个外部性 那我觉得当然 他也从一次一次的 这个社会不利的外部性里面 也促成了大家 对这件事情的讨论 所以我不会觉得说 他的社会影响一定是非常糟糕 或者是非常好 那可能非常糟糕的部分 跟非常好的部分等等 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如果观察一下 就是你的Facebook 然后呢 我有看到你其实每一篇文章 都有用很多的Emoji 对 而且很用心的选择 对 所以想要请教就是说 因为这些小朋友 他们都来学作文 那还有就是你之前也有帮 就是日本他们改过一个简翻的这个问题 所以你在写作上面 你可不可以给小朋友一些分享 你平常在写的时候 你是想到什么 写什么 还是有写草稿呢 还是先想过了之后呢 再回去反复的检查 是什么样的一个脉络 然后让你去检查错字 或者是写一些Emoji 然后分段 然后让这个文章 看起来是有效的沟通 好 谢谢 刚刚 就是Emoji 讲的就是一张一张小图片 我为什么会那么喜欢用Emoji 主要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它很省力 我在做简报的时候 我有一阵子 我做简报的方法 是简报从头到尾 除了Emoji之外 什么都没有 那这个简报 就是大家在看的时候 会觉得说 就是很有意思 就是任何人在外面 我有一份简报 是讲虚拟实境的 对 对 那这个 对 那里面就可以看到说 基本上 没有几个字 大概从 一开始的 这个 然后 到 就是它不是影片 就是Emoji OK 那为什么是这样 那是因为就是我会 寻回各国演讲 我这份简报 就不用翻译 它里面如果一个字都没有 那你也不用翻译 任何一个字 它就有点像是 有一个电影叫Evival 一心入侵 里面就是有外星人 会一直画圆圈的那种 就是文字或者符号 那这些符号 是大家共同的 所以任何人在看的时候 就不用特别去想说 那我要在这个语言里面 挑怎么样子的一个措辞 而是任何人都可以很容易的 知道说 原来我们在线上 要一次听很多人的意见 你要先创造出一个 让大家愿意按赞的一个梗 然后你要让大家 很容易的去分享 里面的一个片段 然后它分享了之后 很容易的能够留言 让大家知道 你对这个片段的看法 或感受 而且这个留言要马上 进入一个大家能够 彼此倾听的这样一套系统 那这个倾听系统 才能够让大家 能够有共同的行动等等 那我这样子一讲 当然就很顺 因为全部都是Emoji 但是如果我里面用的是文字的话 那不免就会变成 我的语言讯息 跟那个文字讯息 两个不会完全合致的 这样子一个情况 就所谓的Double Message 那听的人就很难 一下子就搞懂 所以这是为什么 我那么喜欢用Emoji 除了这个想去翻译的力气之外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像我这些简报的制作的流程 我通常都是用比 我如果没有比的话 很难思考 所以我从最早 好像说2000年初 Pump Pilot的时候 或者是Zorus的时候 现在大概没有人记得那些东西了 那到后来这个就是 Galaxy Note 那有那个Wacom的那个Sylos 然后现在Apple Pencil 大概都是我的随身的装备 都一定有比 那所以我就是用笔 就是非常简单的去画下 就是我现在想要组织的 或者是我现在想要讲的东西 那每一次在讲这个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很简单的去把它做一些分类等等 那在这个分类的时候 那在这个分类的时候 好比像说 我们就会 我想要找一个 我们实际上 做这种类似新字图的这样子一个例子 就是说 好比像说这个 这个就是我在行政院院会 他们正在报道我们最新的这个纾困的方案的时候 那他们会有新的一笔 这个特别预算等等 那所以就各个部长 什么在报道的时候 我就自己又都会带这个开行政院的院会 那我就会很快的组织成这样子 但是这个东西并不是一下子就长这样子 现在大家看起来很整齐 但完全不是 我就随手写 但是写完之后 因为它这个软件很棒 你可以选一段 然后它就很容易说 好比像说 这边它就分成这个采购跟借贷 你就可以 如果你有更多的要求 你就可以把这一段缩小 然后你再把这个就是 接待的部分 采购的部分 等等等等再把它展开 所以它可以不断的 它其实就是一个无限大的一个画布 你可以不断的去辨识它 那当然它现在也有这个 就是你可以选一段 然后按转换 然后按转换之后 它就会自动去辨识说 那你到底这个 这段你刚刚写的很潦草 但事实上你的意思是什么 好比像我刚刚把这个拿下来 然后我按转换 大家就可以看到说 它知道我写的是GDP 所以就是说 它是可以做全文检索的 所以当我这样子 随便这个画完这个新制图之后 它就可以用一些就是 人文智慧的方法 把它全部转成文字 那甚至包含文字跟文字之间的关系 我们现在同样也有在开发 那之后呢它就会变成类似 裂点条目的这个东西 那变成这个之后 我再把它组织起来 变成文章的小标题 然后我再把我当时想到的东西 稍微填一些内容进去 那但是因为小标题都已经有了 所以其实它就是用一个全篮的一个方式 但是你大纲都已经写完 事实上到校标都已经写完了 你只是去把上下串接的那个文具 把它写好而已 所以它其实是有点像是 建筑时在设计跟在盖房子的那个概念 就是你已经先整篇文章的 要传达的基本概念 已经全部在你的脑里 然后你开始慢慢展开 所以这样子的话 不管是在社群媒体上面 通常都是几百字 到长篇的文章几千字 到甚至几万字 其实都是很容易的 因为一开始的一百字左右那个提纲 你是慢慢把它放大进去 好我们时间差不多了 是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我想问 如果想学语言程式的话 你会推荐的吗 要学程式语言 什么Ruby啊 Python的就很多 就是推荐哪个最入门 然后最好学习的 这个就要看你要拿它来做什么应用 如果是网页这种互动性的应用的话 那JavaScript 还是学习资源最多的一种语言 但如果你是想要知道 程式语言是什么感觉的话 那有另外一个甚至不用打字的 叫做Scratch 就是把好像拼拼图一样把它拼起来 这种东西 它不是文字性的语言 它是有点像是乐高一样 因为他们的开发就是乐高独家赞助 就是像乐高一样堆叠式的语言 所以那样子学的其实不完全是正式设计 它学习其实是一个设计思考的概念 或者是我们叫Design Thinking Computational Thinking 它是一种思考方法 但是不是说你会了Scratch之后 你就好像就是会写很多语言 不是这样 它是让你不会怕程式语言 这件事情 这样 好 那今天是不是就先到这边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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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